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以外呢 Linux的文件 各种文件呢 有不同的颜色 那么这些颜色代表代表 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类型的文件 其实呢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呢 这个通过颜色判断文件类型 是基本上 不一定是正确的 另外呢 Linux的文件呢 也没有所谓的什么 扩展名后缀 对吧 扩展名的概念都能听懂吧 在Windows里面可执行文件 是点 bxc 或者点com 是吧 或点bit 这样的一个后缀 是不是 你要是把它的文件名给它 扩展名改了 它可能就打不开了 是不是 好 这两句话先记住 通过颜色判断文件类型 是不一定正确的 我原来说的是一定不正确的啊 这个我说话有点绝对 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是吧 所以我就把它加了一个不一定 好吧 另外呢 文件没有扩展名 这个 但是有同学说不对啊 我见过有些文件有扩展名啊 是吧 这个扩展名听我说 有些啊 你看是不是这个文件不是我创建的啊 这个文件呢 是我创建的 我加了个tst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两个文件实际上它们都是文本文件 你看一下啊 怎么看呢 fail fail a.tst 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各位 它们的类型是不是都是 asker的text文件 都是文本文件 就标准的文本文件 就标准的文本文件 对不对 后缀是一样的吗 你把这玩意后缀 给它改成a.gbg 你感觉它像个什么 颜色变了 哇 好漂亮的颜色啊 这种颜色是吧 你看图片是吗 实际上不是 它依然是一个 asker的一个文本文件 你把它的后缀 给它改成a.mp4 它的颜色 没变哈 应该有各种颜色 对不对 但是它的后缀 它其实依然是什么文件 依然是一个文本文件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你那个词不是通过 所谓的扩展名来区分文件 一般情况下 扩展名是给人看的 知道吗 让人知道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文件 对不对 它这个所谓的扩展名 改变不了什么 文件的本质 能听懂吗 你带朵花 你也不是女生 对吧 就是这个所谓的扩展名 其实改变不了任何文件的本质 它是看文件的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看文件的扩展名呢 有两种方法 你喜欢哪一种呢 都看看吧 好吧 第一 常模式 看文件的时候 看它的第一个字符 一共有 当当当当当当 七种文件 看一下这边 LL 常博是吧 看到前面的吗 小杠 D 是不是 第一个字符 能明白我说第一个字符什么吗 小杠 或者D 如果说是一个小杠 表示它是什么 普通文件 但是这个普通文件啊 说实在的 它是一个大家族 可能是文本 可能是二进制 可能是压缩 其实都是普通文件 明白吗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小杠呢 你是很难再具体的区分 它是哪一种文件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蓝色这个颜色 是我至今认为 还是靠得住的 是吧 所以别的颜色你可以认为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淡蓝色 但还有一个是绿色 基本上还是可以认为是靠得住的 好吧 除此以外就不要看什么颜色 啊 那个东西太假 来 D是什么 我们讲过一切皆文件 是吧 是不是一切皆文件 文件 普通文件 目录文件 我在前面问过你们 什么是目录还记得吗 或者目录和那个文件有什么区别 让你们想过啊 想出来了吗 这这里会有疑问哦 你看啊 很多人会有疑问 说老师 你看啊 H还记得吗 为什么一个 一个文件就这么大 一个目录才这么小呢 甚至你看 我们看EDC 我这样是看EDC吗 我问一下 我这样是看EDC本身的大小吗 是看吗 我要加一个什么 钢D EDC只有148个字节吗 不不 sorry 只有这么大一点吗 我们可以加一个H EDC只有12K吗 EDC是个文件加吧 你想要看一个文件加大小 我们要用统计 用这个 它其实是40兆对吧 就这个文件加内容是40兆 但是这个文件加本身 才有 才多大 12K 这条命令我们在后面会讲 但是你可以用一下 这个也没关系 也不会出格的 好 文件加和文件 现在大家 你们手上都有书 现在你们手上都有书啊 书的前几页是什么 目录 就是所谓的文件加 书的后面几百页是什么 是文件内容 请问目录的内容多吗 目录占了几页啊 是不是仅仅是几页而已啊 哎 有人有人可能会认为说 哎老师我认为目录就是个小抽屉 里面可以装文件 错 目录是什么 目录它只是一个所以 他里面记录的哪个文件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吧 各位 你想想看书前面那个目录是不是 记录的后面哪个哪个章节 哪个知识点在哪页 还记得吗 那就是目录 所以目录为什么很小 啊 目录大不大 只有后面的文件的内容 是不是才很大啊 嗯 所以目录它也是一种文件 而这个文件里面记录的是什么 记录的是他那下面所在的文件的名字 和所在的什么 位置 所以不要想到目录是个抽屉 好吧 所以目录现在很小 能懂吗 目录它本身 你要是觉得目录为什么很小 比文件小 你就想想你的书前面 为什么目录只有四五页 而书有后面内容四五百页 那是目录 知道吗 好 所以目录本身也是一个什么 文件 我们叫目录文件 ok 好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接触过一些东西 像 DEV下的 对 sorry 像DEV下的这个SDA硬盘 对吧 还有呢 SDA1是个分区啊 这些文件也是文件 但是它对应的是一个什么 设备 硬盘设备 对不对 或者一个分区设备 所以我们叫设备文件 能没有吗 另外 除了以外 还有DV下的TTY1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DV下的ZERO这样的东西 是吧 那你看一下看 他们前面显示什么符号啊 看 DV下的SDA 显示什么 B 是吧 然后DV下的什么 ZERO 显示什么 C B 这两种都叫做设备文件 是不是设备文件 只不过不同的是 这个叫快设备 一般我们的存储设备 像U盘硬盘都是属于快设备 这个B是哪个单词呢 我们稍后就会看到 叫做block block 这个block这个单词 看了吗 然后还有C 是字符设备 像打印机终端 还有我们的这种 零设备文件 它的写和读都是以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形式来读和写的 对吧 然后还有呢 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网络程序的时候 用到的套接字 socket文件 这个今天只是先知道一下 好吧 还有呢 管道 pepl 管道文件 还有呢 我们的链接文件 Link 淡蓝色 所以说 Linux世界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区分 这个维度区分 一共多少文件 一共是 7个文件 来 我们看一下这些文件 看一下啊 我复制一下 这个这个粘贴一下 其中我们知道这个 我这个机器 是grab2这个文件 不存在的是吧 还记得吗 我把它稍微换一下 你们这个机器不知道存不存在 grab2点 是ef efi 诶 杠 杠 是吧 efi 好 大家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对吧 ls 它是一个什么文件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套接字文件 socket 对吧 这个是什么文件 设备文件 设备文件 这个是什么文件 字幕设备 字幕设备吧 其实我觉得以那个zero更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是什么文件 这个文件是不是它指向的是另外一个文件 它的颜色是这种淡蓝色相当于windows的快捷方式 那面吗 它是link 然后 edc hosts 它也是一个普通文件 这个home呢是一个什么 d目录 这个文件是一个pipo 是一个什么 管道 好也就是说各种什么各种文件的类型呢 都可以通过文件的显示这个常模式的什么 第一个字符来看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各位 还是刚才那些文件 我们换一种方法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命令叫做file 这个命令是用来干嘛的 查看文件的类型的 它能够更加专业 明白 它能够从骨子里面很深的层次去查看文件类型 好注意 大家不要纠结 到底这用的是普通用户还是管理员好吧 因为这样一个命令的操作 管理员普通用户都是有权利的 这又不是对系统造成什么伤害 这只是一个干嘛 查看文件 所以这个命令是不是谁都可以用 好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file edc下的什么hosts 各位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文件 文本文件 file 并下的ls 它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看到吗 它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它使用了什么共享库 它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但如果只是简单的什么呢 hosts hosts和并下的什么ls 它们都显示的是小杠 普通文件 但如果通过file 命令就能详细看到 它到底是一个文本文件 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呢 是不是这个有点不同啊 好明白 来再看一下 第一位下的sda 这是一个这两个单词啊 块设备 对吧 这个单词叫设备吗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特殊的是吧 块特殊 我们简单认为是块设备就可以了 块block 块设备b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位下的zero 它是个什么设备 字符设备 什么字符设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edcr的grab2-efi.cfg 是吧 这是一个symbollink 这个单词呢 叫做什么 我们这个这个单词叫做 你 叫符号连接 当然其实就是会计方式 相对windows的会计方式 明白吗 符号连接文件 然后还有什么文件呢 fail下的home 这是一个什么 目录 fail run下的dm 说到这儿 我这样敲也没有问题啊 敲多少个这个小横线 斜线都没问题 这是什么文件 这是一个我们叫做 专业术语叫做 命名管道pipo 当然实际上它是一个 叫fifo的文件 fifo呢是什么意思 first input first output 叫做fifo ok 先进先出 先进先出的概念 那这是管道 好 关于这些概念啊 今天无论是设备还是管道 其实我们今天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 是吧 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怎么去可以看文件的类型 明白意思吗 所以用到的是什么 fail 是不是fail 好 那下面呢我想说的是 这个怎么看文件类型 两种方法吧 一种是看什么 一种是ll后面 就是常模式看第几个字符 第一个字符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fail 然后去看文件类型 下面呢我们做一个总结 把这三个东西做个总结 这是我临时加了个标签 就是这里你看到的是tap 咱们前面见过吧 然后stat前面见过吧 还有什么fail 是不是刚才也见过了 到底这三个家伙是干嘛的 所以如果我随便问一个人好 很多人不知道tap 是干嘛的 查看命令的类型或者属性都行 就命令 命令类型 比如说它到底是一个 例如 例如 该命令 该命令是 是什么 别名呢 还是 对 比如说 还是这个 我们叫内置命令 内置命令 还是一个 还是 某个 某个 某个文件 这是可以看这个的 比如说 各位看这里 我说来给你举例啊 tap ll 他说是什么 别名 是别名 好 我把这个调一下吧 是什么 再说一遍 ll 是不是一个 别名啊 来 再看 type 那ls呢 也是别名吧 在这里 对 他实际上是 哪个别名 ls----什么 color 别名吧 能听懂吗 好 然后呢 这里 再看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 type -a cd 先不是-a cd 它说它是一个shell的 buildy 类质的 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用的现在是不是bash bash shell 它是bash shell 相当于自带的 就是你羊家陪嫁的丫鬟 自带的 ok 它就是在shell当中 你打开了shell 这个命令就可以用了 这个命令也就加 它的代码也加到内存当中去了 可以用了 它是类质的 知道吗 这个building叫什么 叫bui bui l tn 是吧 叫类质 类质mini 明白 那还有没有 还有 看一下 我们在后面 如果讲到的 讲到的typ4 我们后面用到的4循环 4命令 它是一个我们叫什么 对 叫关键字 叫 叫关键字 好 大家看 一个命令它可能是个别名 可能是个什么 类质mini 还有可能是个什么 比如说 关键字 它还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个 看一个 嗯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 看到吗 它就是一个文件 注意到了吗 所以一个命令 它也可能是 来自于什么 不同的类型 来自于不同类型 就是我们怎么看一个命令 是哪种类型啊 你到底哥们你是一个别名呢 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 叫什么 还是一个类质的呢 还是一个什么 关键字呢 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件呢 那边吗 就是我想知道 命令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我们用用什么看 type type 看到吗 看命令的类型 等一下 这里给大家扩展一个概念啊 这什么意思啊 看ls什么类型吧 等一下 看它的所有类型 刚才 这个看 只是看它 优先被选择的类型 是哪个 就是你用ls的时候 优先哪个被选择 没有吗 现在呢 这个是怎么看 看它 所有的类型 就是它用哪些类型 都给我什么 列出来 所以这里 A-A 什么意思啊 刚讲了 对 列出 列出该命令的什么 所有类型 你看 有两个命令 一个是个别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来自于这个地方一个文件 这个type 看清楚了吗 好 下面呢 我们 请上我们的这个 请上我们的这个file file吧 file是看吗 查看什么 查看文件的类型 不是看命令的出处啊 例如它是什么 例如它是 例如 例如 例如是文本文件是吧 文本文件 还是 R清智文件 还是这个 还是 还是 比如说 管道 哎 哎 哎呦 我听啊 管道文件 还是 我们的设备文件 还是 链接 是吧 链接文件 是不看这类型 注意哦 这个地方看的可不是说命令是 什么来自哪个地方是吧 它是看的是这个文件的类型 三号字 OK 例如什么 来两个例如啊 例如刚刚我们是不是见过了 例如file edc下的host name file edc dv下的stf file dv下的 zero 好了 看到了吗 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文件的类型 明白吗 好 那最后有一个命令叫做state 这个不是看什么类型的 是看什么 是看文件的属性 嗯 什么叫属性呢 比如说文件的 例如文件的 名称 文件的 大小 文件的 呃 全线 全线是橘子吗 文件的 什么各种时间吧 嗯 什么atime呀 之类的 比如说 c c time啊 或者是m time 看的是这个 知道吗 看的是一个文件的属性 而不是一个文件的类型 好 我们看一下 三号字 粉色 嗯 然后 stit dv etcr hostname 各位看到了吗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件的这些信息 其中包括这个文件的 名字 大小 占了多少个块 对吧 还有它的 iLoad编号 还有它的权限 还有它的所有者是谁 还有它的各种时间 总之是一个文件的详细的什么 属性 那边吗 这都也不是内容 这是这三个秘密 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 三个秘密 type 看秘密的类型 就是想我想知道 这个秘密它到底是哪种秘密啊 是吧 它都是神仙吗 到底是哪种神仙 天下的神仙还是地下的神仙 是吧 还是从腰修天过来的神仙 文件类型是什么 这个再补一句话吧 是 补一句什么话呢 是 哪种神仙好吧 没事 写俗一点没关系 哪些神仙 天上地下也有神仙吗 好吧好吧 天上的还是 地上的还是这个西天的 水里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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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游的有没有我不知道 有我 好好好对对对 水里游的 反正都是神仙 还有地下的 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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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不了了 我实在管这个层 这都是神仙 但是不知道是哪种神仙 下面这个呢 这个不是 下面这个看 它到底是 人 到底是人 还是 神 还是鬼 好吧 膜好一点是吧 那就膜吧 就是 是哪种 好吧 是哪种文件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属性呢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是看文件的什么 看一个人的 我 这个搞不了 这个 这个 人的什么 身高 体重 性别 哎 是属性吧 年尼 道行 哦 写错了是吗 实实写错了 抱歉了 明白 没写错 我写性别好吗 你记住 替我课你记住一件事啊 有几个原则来告诉你 对 第一条 老师永远是对的 第二条 如果发现老师有错 请参照 第一条 你慢慢跟我相处时间长了 就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ok 我是有错 我就 纠正那种人 那你必须的 这个字体怎么那么大呀 感觉 三号子 好 懂了吗 各位 所以有人问到 我告诉你随便找个人问问 这个type干嘛的 非要干嘛的 sit 你跟我说个区别出来 他很难说出来的啊 这就是干这事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文件的什么 管理 ok